哈囉 大家好 我是Penny 那又來到了我們目前小宅 點擊於地區最穩定的暗廠開箱秀的 那像今天要開箱的這個暗廠 我們實際設計到的面積就是13.9坪 但我們的格局基本上就完全的 保有原本建商他們標配的 兩方一廳一位一廚房的概念 為了就是要來節省 像是拆除或是清運的預算費用 那帶完了前行提要之後 就跟大家講解一下 我們的這個暗廠的業主 他們其實是一對剛新婚的夫妻檔 但他們因為平時工作 其實是非常非常非常忙碌的關係 所以當時在溝通風格的時候 他們就傳達一個訊息給我們 就是他們希望一進來就可以感覺到放鬆 但每個對放鬆的風格的第一 一定完全不一樣 那我們這次詮釋的 就會比較是走一個日式簡約的風格 那就直接帶大家看這次的 日式簡約開箱秀 Let's go 一進門這個地方要特別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這個電箱 我們為什麼會讓它這麼裸動呢 因為這邊其實就是門的門框 所以它其實沒有辦法再做一個木桌包出來 但我們要怎麼樣修飾這個這麼大面積的電箱呢 就是靠上面掛畫軌道 未來屋主他們就可以挑一個喜歡的畫 就可以把它遮起來 既是一整個家的端頸 然後又可以用最少的預算 完成遮擋電箱的任務 那在帶完電箱之後啊 就是我們的玄關區域 當時一進到這個空間 其實這個家有一個蠻大面積的經理角 所以我們就利用這組鞋櫃 然後還有這個水魔石的造型牆 來劃分出一個專屬的玄關領域 尤其像是這個水魔石的這個造型牆 你可以看到我們這個地方還特別做了一個凹陷的平台 然後上方有做一個小打燈 我們後面又用了透光的壓花玻璃 從這個角度看過去 它會有一種暗暗內含光的效果存在 那這個凹陷平台 還有一個小小的細節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可以看到上面這個地方啊 不是系統圍 我們用的是這種木做的貼皮 然後呈現了這個質感 再搭配水魔石跟後方的玻璃 為了就是要讓屋主他們辛苦的一天回到家 會有一種回到原始大自然的感覺 那戴完的玄關區域轉過來 後面這個地方 儲藏室 未來這邊放一些現成最便的腳鋼架 它就可以做非常非常多的置物使用 亂的東西通通擺在裡面 最大最大優點就是 看到的整個客廳公共區域啊 非常非常的乾淨 因為你看不到其他那種大面的櫃體跟亮體感 一萬古蹟過去就哇好舒服好乾淨 那可以看到我們這個餐桌啊 幫客人挑選的是這種 可以伸縮式的 貴的就是彈性使用 如果有父母啊 或是朋友來的話 我們需要比較多人用場 我們就可以把它這樣搭長 但在整個動線上也不會到太擁擠 推薦給小朋友 如果空間許可的話 都可以用這種伸縮式的餐桌 然後再過去我們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這個家裡面 很大的一個中心亮點 就是長型的大中島 大概說這個長型的大中島是 看我後方不見上原本標配的廚房區域 但因為現在我們真的做過太多小坪樹 空間的廚房 都沒有一個電氣櫃的位置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大長型中島 還會結合一個電氣櫃的功能啊 也像這種抽啦 已經是小宅的標配了 除了可以抽盤之外啊 上面這些抽屜 或是櫃體的部分啊 就通通是可以拿來放置生活雜物類 然後檯面的部分呢 可以做一個零食的吧檯 或是買完菜大包小包 就通通可以先綻放在這 再做一個份類 然後進到我們的客廳區之前啊 可以看到這邊的沙發背牆 或是我們餐廳背牆 其實它都沒有在上面 做一些成板或是櫃體 為了就是要保有設計上的留白 上面啊 就讓它保持乾淨之外 我們也一樣做了一個粉朵色的跳色 為了就是讓這整個空間 它也是可以有一個主題性存在 而且沒有櫃體啊 還有一個最大好處就是 可以因應未來啊 這邊想要改成任何的空間形式啊 都很有彈性 怪怪怪 要帶到整個客廳啊 一個蠻大的設計亮點 我們這邊為什麼會特別做了一個框景的效果啊 原因就是其實當時一進到這個家 丈量的時候 哇 深深的被後面這個美景的view給嚇到了 因為在大台北地區 每一瓶都跪到爆的地方 這樣怎麼樣可以出去一望無際的那種森林感啊 平常坐在這 哪一本書 有夠笑耶 我自己是蠻嚮往這種生活的啊 因為像我們現在工作室在板橋 每天出去其實人都非常多 但像這個地方啊 美景就算了 我還可以聞得到那種芬多金 非常非常舒服的味道 那帶完了這個超秋的卧榻區之後 我們就要來去主人的主臥室 那像這個主臥室啊 就是這麼的迷你 好 因為這個空間 本來其實就不是來當主臥室 它其實是次臥室 可是啊 我們看出去的這個窗景 才享有比較好的這種樹林的view感 那另一個房間啊 它有窗 可是它看出去的view就沒有這麼好 這也是為什麼當時屋主大大 他們就是想要把左臥室 定在這一個房間的原因 即便它比較小 但是view是無敵的 所以啊這個空間就會有幾個問題要被解決 像是衣櫃這個部分啊 我們就不是用那種 一般大家最常見的推開門設計 或是開放式 我們是改成這種花門的衣櫃做使用 然後會表面啊 選這種黑色玻璃啊 最大的好處就是 當裡面全部都掛滿衣服的時候 你也不會覺得這麼凌亂 但又可以同時保有玻璃的穿透性 好 在衣櫃的旁邊 這個地方的櫃體啊 我們特別在砍了一條燈帶 這個燈帶的用途就是作為 它的一個床邊燈做使用 因為像另一邊呢它是有做一個碧燈 就兩邊它們都可以有自己各自的 床邊小角落 一人一邊永不吵架 那帶完了這次主屋的設計啊 按照小宅的慣例 我們都會有一個送禮環節 然後像這次啊 我們送給業主的就是這一款 來自德國的A碼床墊 但是為什麼外面床墊多到不可思議 可是我會選擇這一家A碼床墊呢 就是因為其實我前陣子生命出了一點狀況 沒有問題 因為當時我其實有蠻嚴重長期的失眠問題 再加上輕微的焦慮症啊 導致這個生命狀況影響到我的工作 我就趕緊問了我身邊的朋友 到底怎麼樣可以睡著 然後其中就有一個朋友跟我講說 你要不要去換一個床墊試試看 結果我一睡下去啊 早起啊 一整個碗爐重獲新生 真的有改善到我睡眠的原因 就是因為其實有跟我睡過的人都知道 其實我是一個 就我平常睡覺啊 忍不住 動來動去 所以好在A碼他們有這個 獨家三層的記憶面結構 它可以完美的貼合我的這整個直錐 這種感覺就很像是 嬰兒時期啊 我們在那種媽媽的肚子裡 被那種羊髓包覆的安心感 就很療癒 很像回到小嬰兒的感覺 而且除了好睡之外 我第一眼看到Emma 她整個就愛上了 設計人都會很追求一個包裝的簡潔感 然後再加上她打開的過程啊 就是一個療癒的畫面 而且Emma最強的還不只這個啊 像我雖然已經 單身9年快10年了 可是其實我內心還是會等待那個對的人出現 如果我真的有了另一半啊 因為像我這種就是睡姿爆幹擦的人啊 我絕對會乳孝到我的男朋友 我一定常常打你 因為跟我睡的人都有反應過來 像總監也跟我睡過幾次 我的睡姿啊 如果是比較不好的床墊 其實我真的會大大的影響別人 但是 要直接實測給大家看 如果我有了另一半之後 睡到這個Emma 床墊會發生什麼事呢 總監 當我男友吧 老公 好噁耶 小妮婚是不是 像我這樣子躺上來啊 它都還沒有倒喔 然後當我想要靠近腦空的時候 就要靠 就是我已經靠這麼近了喔 可是水杯都還沒有倒 有影片有真相 Emma就是這麼穩 而且懂我的窄粉啊 就知道對我來說 試用跟免費是一件多美好的事情 加上床墊舒不舒服本身本來就超級主觀 與其去門市躺在幾分鐘 就要決定要睡好幾年的床 你不如就直接把它買回家 反正他們四歲一百晚啊 如果你不喜歡 都不用擔心 都可以退廢 然後有興趣的啊 目前上Emma的官網 還有一個新年折扣活動 購買套裝組合啊 直接折扣 55折 不只這個喔 你只要輸入折扣嘛 House number 2000 再省兩千塊 帶完了我們的工商時間之後 我們要去這個家的最後一個小空間 是不是 那像這個小空間啊 可以發現這邊的櫃子啊 會做得比較淺的原因就是 因為這邊啊 格局就完全是因應建商原本的配置 所以它這邊只用了空間 我們就把它做一個淺櫃 那開放的部分啊 就可以拿來作為放梳的部分 旁邊這個地方會做得比較深啊 就是標準60公分的大衣櫃 當我們博士的衣服放不夠 也Man 歡樂 通通拿來這邊放 未雨綢繆 才是一個好設計師 那這就是結束了 今天的日式簡約之家 那我們就去客廳跟大家聊聊 那像這次這個暗場啊 它的主導設計師是跟這個暗場 是同一個設計師 所以我也很好奇 那總監理 對於今天這個暗場 你最喜歡哪一個部分 我蠻喜歡玄關的處理方式 因為它完全的解決機靈角的問題 而且是用一些不同的材質拼湊 加上一些前後的層次 變得蠻有氛圍的 我覺得那邊也很好看 但是但是 我自己啊 更喜歡的是這個地方的那個窗截 因為我跟設計師 一開始來這個暗場丈量 我們就是完全被這個view給吸引到 甚至我們這個群組的名稱 就叫做森林之家 再次謝謝業主 因為有他們 我們才可以有作品入圖跟大家分享 未來其實小在 會嘗試很多很多不同的風格 像我們有一個 非常非常酷的圖文作家案子 也希望可以在未來入圖給大家看 其他下個家就是你家 大家再見 掰掰 晚安